就属于相遇 17岁那年 主角沈薇在城郊救了一名身受重伤的少年 他满身亲子 眼尾带血 对周围的人充满敌意 沈薇冒着风险把他藏在车里 并与二人周旋 回到救援地点时 他发现少年已经消失 只留下了一张歪歪扭扭的纸条 上面写着谢谢你 三年后沈薇成为了电子竞技俱乐部的官方摄影师 遇到了许多高手选手 在一次比赛中 他意外的发现了那个少年 如今已经变成了俱乐部的明星选手 沈薇站在城郊的偏僻小道上 心情紧张 那天 他在外面开车时突然发现了一个满身亲子 眼尾带血的少年 少年看上去像是刚经历过一场激烈的打斗 眼神中充满了警惕和敌意 他的伤势严重 身上只穿着一件破旧的衣服 沈薇知道自己必须帮助他 却也担心自己会陷入麻烦 他小心翼翼地将少年拖进了自己的车里 然后立即驶向了远离这里的安全地点 在车上 少年显得十分疲惫 沈薇拿出了一些急救药品 尽可能地为他处理了伤口 随后 沈薇开车返回了事发地点 想要寻找可能还有的危险 他的心情交集 担心那些可能会追寻少年的恶人 可是 当他回到原来的地方时 却只看到了一片狼藉 少年已经不见了 他在地上找到了一张折叠起来的纸条 展开后 上面写着歪歪扭扭的三个字 谢谢你 沈薇的心中泛起一丝复杂的情感 他不知道那个少年是谁 为什么会如此危险 也不知道他会如何感谢自己 但他明白 自己做了他能做的事情 这份感激的纸条对他来说已经足够了 三年后 沈薇已经成长为一名成熟的摄影师 他进入了电子竞技界 成为了实力最强的电子竞技俱乐部的官方摄影师 这家俱乐部以其卓越的选手和精彩的比赛而闻名 沈薇在这里工作 负责拍摄比赛过程中的精彩瞬间和选手的背后故事 在一场重要的比赛中 沈薇如往常一样在场地内忙碌的拍摄 他专注地调整着镜头 捕捉每一个选手的动作和表情 突然他注意到了一位选手 他的气质和动作引起了他的注意 这位选手身材修长 眼神锐利 打扮得十分简单 但他的表现却无比出色 沈薇的心中突然有一种熟悉的感觉 他试图将这种感觉抛开 但却越来越强烈 比赛结束后 沈薇找到机会和这位选手交流 询问他的背景和经历 你是怎么开始接触电子竞技的 沈薇问道 选手微微一笑 回答说 其实我以前做过很多事情 经历过一些困难 对我来说 这是一个新的开始 也是我努力的结果 沈薇的心跳加速 他注意到选手的语气中 有种不寻常的坚定和真诚 他开始仔细观察这位选手的表情 发现那种眼尾的神情 似乎与他记忆中的那个少年有些相似 在一次机会中 沈薇终于得到了 和这位选手单独交流的机会 他鼓起勇气问道 你有没有曾经经历过一些困难或危险 比如说在城郊那样的地方 选手愣了一下 随后眼中闪过一丝惊讶和感动 你怎么知道的 沈薇微微笑着说 我曾经在城郊救过一个少年 虽然他当时受了重伤 但他留给我了一张纸条 上面写着谢谢你 选手的表情变得柔和 他的目光中流露出感激和情感 那是我 我从那时候开始 人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你帮助了我 让我重新获得了希望 现在 我努力成为一名选手 希望能够回报这份恩情 沈薇的心中充满了感动 他轻轻地说 我很高兴看到你变得如此出色 这份回报对我来说已经足够了 你现在的成就就是对我最好的回应 在随后的时间里 沈薇和这位选手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他们的相遇和重逢 让他们的生活充满了更多的意义和感动 沈薇也在这段经历中找到了自己的价值和目标 他更加坚信自己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有他存在的意义 就属于相遇 讲述了主角沈薇在一次偶然的救援中 帮助了一名受伤的少年 并在多年后的相遇中发现了对方 已经变成了一位优秀的电子竞技选手 这个故事表达了人与人之间的无形连结和善意的力量 以及每一份帮助和感恩最终会以某种方式回到我们的生活中 感谢观看